在内政部新村记者会上 内政部长刘昌表示 针对摄子岛发展的各项议题 日前已经与台北市长蒋安 副市长李世川进行深入讨论 在交用部分 为了避免重蹈内克拥塞堵车的覆车 双方都认同应该导入大众运输系统 刘昌也提出两项建议 首先是摄子岛轻轨规划 应与新北的五谷泰山轻轨串联 其次是卢瑟大桥纳入大众运输系统 并且让交游车等绿色运聚通行 我们建议未来如果摄子岛要发展的话 应该以大众捷运系统的导路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必要性 而且这个也要早一点确认 那卢瑟大桥可以让摄子的轻轨 跟我们的五谷泰山的轻轨 把它接连起来 那卢瑟大桥 如果未来是只走大众捷运系统 另外是思考搭配着绿色运具 比如说它的轻轨的这个路廊的旁边两侧 是走绿色的运具 比如说包括这个脚踏车 或者是人行的一个通道 其实它提供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 另外这个也跟我们现在整个国家 2050近年碳排 然后整个绿生活绿环境绿交通 有一个更大的政策上的契合 对台北市政府提出 要在摄子岛划设5%社会住宅用地恐怕有所困难 牛昌表示理解 也建议 未来如果摄子轻轨机场用地 有检讨整合的机会 可以进一步评估 是否有增加摄宅用地的可能性 摄子岛上面大概有规划了一些专用的 这个安置的住宅 我们那天大概有跟蒋事长提到这个课题 不过内政部我们也提认到 因为在摄子岛的整个案子里面 他们的公共设施的负担 已经高达56% 所以要在这么高的公共负担里面 再去规划社会住宅 可能是会有一些难度 不过刚才也提到 原本规划的设置的这个轻轨的机场 是利用上面这个地方 如果未来可以跟五谷泰山的轻轨 进一步整合的话 那机场的位置 是不是有另外的一种可能性的思考 那这个时候 摄子原本的这个土地呢 就可以再进一步释放出来 做其他公共设施的一个规划 或者是做 这个所谓的社会住宅的数量 可以做这个稍微的增加 刘昌宇讲完也达成共识 很多议题交换可以直接沟通 不一定需要公文往返 希望让沟通进程更有效率 更快速 也更符合摄子岛当地民众的期待 我们有跟台北市政府也有提到 目前台北市政府所报的社会 这个我们社子岛区段征收 开发范围 以及底价比例核定的这个案件 那目前这个台北市的地震局 已经把资料送到我们内政部地震师 我也请我们地震师密切跟台北市地震局来联系 来补充相关区修正的这个资料 那不用在这个行政公文这种往返 然后来加速后续审议程序的一个召开 对于林佑昌来访 台北市长蒋湾表示 双方会谈气氛浓洽 也就涉及到各项议题充分交换意见 对于林佑昌提出轻轨与卢塞大桥的解决方案 蒋湾认为这个方向没有问题 的确需要从整体来看 希望中央与地方一起努力 让四季岛发展往前迈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四季岛发展往前远 昨日的椭与字面